近日,在吉庆镇大田坝村村民许志长,在自家地里干农活时,意外发现了一口教堂铁锅,里面装有瓷器铁器共计15件文物。经德阳市考古所组织专家初步鉴定,该批教堂器物时代为元代。 在中江县博物馆,5700平方米的展厅内共有各类藏品,1414件套,其中包括青铜器、瓷器、陶器、书法、字画等等。 作为一所综合性博物馆,这里还珍藏有东汉青铜摇钱树、战国巴蜀虎纹链建等珍贵文物。 吉庆镇大田坝村新发现的15件元代文物中,包括12件青幼瓷碗和两件农具。 在灯光的映照下,青幼瓷碗简洁古朴,肃静宜人,气身除碗底外均罩着一层青幼,色彩较为通透鲜明。 埋藏了几百年的文物,如今真实在现眼前,也让人们对于这些青幼瓷碗充满了好奇。 这些瓷碗是谁所用,为何会流传至今?青幼瓷碗本身又有着怎样的特点? 经工作人员测量,这些青幼瓷碗口径约16.5厘米,高约6厘米,底径约5厘米。 从器具外形来看,这12件青幼瓷碗大体相似。 不过再仔细观察,就会发现每一件瓷碗在细节上又略有不同。 其中一件青幼双鱼图纹�碗更显特别。 给相关专家也看了,根据它的气形这些,初步我们还认为它是明代的东西,直到这一件双鱼碗的出现。 我们可以看一下,就在这个碗底是有两条鱼,而且它鱼身上的这个,基本上鱼鳞它还有那个画的痕迹在,看得很清楚。 正是因为碗底的双鱼图纹,让专家对这些文物有了更准确的判断。 经德阳市考古所相关专家初步鉴定,这些青幼瓷碗均为元代器物。 我们拿到手,就第一个觉得它的那个碗的直径比较大,就比我们普通的碗要大,所以它就就是要粗犷一些,比去宋代的瓷器。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,我们根据它的碗的底部,而且它的有些地方右舍不均匀,这些特点判断它应该是来自民谣的。 其实了解瓷器的人都知道,瓷器的窑口从广义上来说分两种,一种是官窑,一种是民窑。 官窑瓷器比较追求完美,无论是胎制还是幼制都属上层,而民窑则是供给平民百姓使用,更讲究瓷器的实用性。 不过在这些青幼瓷碗中却有一件莲花扮碗,造型较为别致。 它的造型上比较特别,它就是像一瓣一瓣的棉花瓣一样,打开的,盛开的。 花瓣般的造型,极碗深的冰裂纹,可以看到几百年前民间的烧瓷工艺。 而刻在碗底的一个神秘标志,更让这些文物多了一层神秘色彩。 这个我们怀疑就是当时制作这件器物的工人,他自己刻上去自己的记号。 他们那个时候工匠是不可以刻自己的名字的吗? 是不可以的,但是有些工匠他会想着要在某些东西上留下自己的印记。 而且这件瓷器主要是它的底部是上了右的,我们可以跟这些比较一下。 其他的是没有上右的? 对,比较没上右的,但是这一件下方是上了右的。 虽然在碗底刻画图纹的缘由我们早已无从考证,不过在这次出土的十几件文物中,清幼瓷碗均保存完好。 这也让不少人感到吃惊,是什么样的保存方式能够让这些瓷碗完好如初呢? 这个就是跟它的保存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了。 它就是通过教堂保存的,它就是下面一口锅,上面一口锅,然后锅里面放着这十二个碗,还有两件厨具,就是扣在一起的,然后埋在地下的。 一般教堂保存,然后出土的东西它都比较完整,因为它没有被人为了去破坏。 用教堂的方式将器物埋于地下,古人为何要这样做?根据器物所处时代,相关专家进行了分析。 有可能都是源于这些战乱,然后老百姓在这个地方无法生存下去了,他们把他们最重要的生活器具埋在地下,然后逃难逃走了,而且希望某一天能够回到故乡,继续在这个地方生活,然后他们还可以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继续用,继续劳作。 据了解,这些教堂器物的发现,对于了解和认识终将在元代时期的生产生活等方式,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 在元代,在普通老百姓生活当中,能用得上上幼的,已经是生活水平极大的提高。 我觉得至少在出土的那个极庆那块地方,应该老百姓至少还是丰益主食的,也表明当时这家人的生活水准还是很不错的。 为了了解更多发现文物时的细节,记者也前往了村民家中。 今年65岁的许志长告诉记者,发现文物的地方就在离他家不到百米远的菜园内。 许志长说,当时他像往常一样正在地里干农活,准备用钢签和铁钩挖坑在地里搭建苦瓜架子。 可就在他一钢签下去之后,冬的一声闷响,似乎捅到了硬物。 发现地里有东西之后,许志长赶紧叫来了老伴,并继续刨开泥土,很快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。 据许志长回忆,当时挖到的宝贝是两个像铁锅一样的器具扣在一起,里面装有碗和农具。 从当时拍摄的照片来看,瓷碗、铁锅和弄具均袖式严重。 对于这些刚刚出土的物品,村里人也都惊呼,还是第一次见。 我们也没见识过来过,我们都六十岁了,都没见识过来过。 第一次看到哈? 第一次看到。 在将挖出来的物品转移到院子里后,一家人商议决定,应该报警。 随后,许志长的儿媳妇刘女士拨打了110报警求助。 很快,中江县公安部门和文物部门在接到通知后,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。 经文物部门确认,这些文物埋藏方式为铁锅教堂,距地表深0.8米。 铁锅内装有瓷器、铁器、共计15件。 出土时,盖锅部分损毁,锅内器物保存基本完整,秀气较厚。 后来经过中江县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专业清理,这些教堂的瓷器也终于展现出了原本的样子。 其实在中国文物保护法中,对于文物的出土和发现有着明确规定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、地下、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。 在进行建设工程或者在农业生产中,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应当保护现场,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。 这一次,元代文物的发现也得益于许志长大叔一家人的及时上报上交,让文化遗存得到了有效保护。 对此,文物保护部门也对许志长进行了奖励,而接下来,这批文物也将在整理完毕后向公众展出。 。 感谢观看